在四川有两种非常神奇的蔬菜 第一种呢 它的名字叫做Jergan 很多朋友可以说得像是文风丧胆 也不知道怎么吃 第二种呢 它也是比较神奇的 就是全身长满儿的儿菜 很多人都不会做哈 今天咱们就把这两种神奇的蔬菜搭配到一起做 真正的叫做香 儿菜 先把身上的儿给它搬下来 不知道怎么吃儿菜的看清楚 是怎么处理这个儿菜的哈 剩下的这一个母 就用菜刀把表皮的老皮全部都削掉 它就可以吃了 贼二根放清水里清洗干净 先给它一根一根的搬开 咔咔里面的泥巴要清洗干净 再来清洗一下 第二次洗的话看到没有 这水就是干干净净的了 就这样子淘洗 洗好过后咱们用指甲块 从中间给它恰断 等下才方便入口嘛 太长了不方便 清洗处理好的儿菜来切成片 厚度的话不要太厚了 来上一勺盐 和断和断的先给它腌制起来 大蒜子用刀轻轻的给它配碎 碗内来上一勺粗的辣椒粉 一勺细的辣椒粉 花椒粉 先和断和断 锅里面烧一点菜籽油 吸成油温的时候给它淋上去 先和断和断的 再来第二次淋油 这样才能彻底的把福辣香味呛出 稍微冷却后加入生抽酱油调味 糖 鸡精 毛毛醋 香油 花椒油 和断和断的把糖和鸡精这些调化 腌制好的儿子菜给它加清水 清洗一下洗去寒味 捞出来的时候把水分控干 再洗好的折尔根放到里面一起 再来把姜材调好的味汁给它倒进去 现在我都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 折尔根香味了 两种最具四川特色的蔬菜 给它拌到一起 光想想都是美滋滋啊 因为咱们的这个是折尔根叶叶 所以呢不需要提前腌制 如果全是那个白色的折尔根杆 就要提前给它腌制一下 才有味 说真的这一盘绝对的是 比大鱼大肉更受欢迎 还更好吃 看得我这个清口水直艳 甩上一脸性感的冲发 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一道 尖尔根拌儿菜就做好了 真是做出来哈 是喧香脆嫩火口 并且尖尔根的清香味 特别的浓郁 吃起来开胃爽口又下饭 方法简单实用靠谱 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拌这个菜 还可以拌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蔬菜 喜欢的一定要收藏住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告 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 加点儿菜 儿菜和椎肉更大点吃才可以 没放红油的 放的是炫制的辣椒油 不是可以吃这个椎根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给你看一下 吃了那个肉汁有没有这个椎根的味道 小椎肉在车里面不干了 切耳根 这个打拼音怎么能吃 但是不能吃多了 寒的了 对寒性 这种嫩叶椎肉跟阿比根根的更好吃 当然价格的更贵 这盘蔬菜就是8块钱 8块就算便宜了啥 成本 我说二菜 二菜都是4块多 才比多 有肉 才比较多 三块多 还不算香料 不算人工 现在啥子菜 不要你炒粉炒给几块钱 十多块钱 炒粉红油菜 今天就是2块钱 就要浑粉炒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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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